凤九点了下头,便迈步走进厢房,来到内奸床边,看着内躺在床上昏迷的老者时,目光微闪。 他上前一步,伸手把了下他的脉搏,仔细查探着他的身体,一边问,他这情况有多久了? 鬼依若是问昏迷,那老太爷昏迷的时间也应该有两年左右了。 旁边的三长老看着他,这两年来我一直用药养护着他的心脉,只是用了药他也一直没有苏醒过。 凤九点了点头,从空间中取出银针,冷华和三长老留下,其他人先出去吧。 关系领队乔伊诺示意了一下,便先迈步走了出去,乔伊诺见词, 便与两位长老一同往外走,只留下冷华和那三长老在厢房中。 把人扶起来,将那上衣脱了。 冷华将人扶起来,在那三长老的帮忙下,将那乔老太爷的上衣脱下来,露出枯瘦的身体。 三长老只看着凤九,拿着银针扎落老太爷的后背穴位,一针落下,第二针,第三针,也紧接着落下。 当看着他掐着银针朝死穴扎去时,他一整颗心瞬间提了起来,想要阻止却来不及了。 就要他以为那一针扎落在死穴避出问题时,却见他突然将老太爷一转,面向床外半暗压下,一掌拍击在他的胸口。 话才出,就见老太爷扑的一声,喷出了一口淤血。 凤九朝他偏了一眼,淡淡地收回目光,再度取出一根银针。 这一次,他的银针不再是落在老者身上,而是刺入他的头顶。 三长老半嗓没有反应过来,他僵站在一旁,睁大眼睛,再看着眼前的一幕。 每一根银针,刺入的地方是死门,却是深门,只是那样行针的方法,却是前所未见。 让他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,那扎落在老太爷头顶的几根银针,渐渐冒出丝丝白烟,老太爷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水,原本苍白的脸色,因此渐渐变得红润起来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,他仿佛看见,已经昏迷了两年的老太爷,眉头微拧了一下。